46岁张颂文成顶流,现身机场被粉丝围堵,坦言不适应被接机 46岁张颂文彻底火了,因出演狂飙中高起墙一角获得了大批粉丝的喜爱,也算是大气晚成 2月9日,张颂文现身机场,迎来大批粉丝接机,面对爆红,他一度不知所措,画面曝光后,引发热议 张颂文还未露面,现场就迎来了大批粉丝围观,走路都困难,场面相当热闹 从曝光的画面可以看到,女粉丝居多,可见大家都非常喜欢高起墙这个角色 等到上车时,张颂文双手合十,直言非常谢谢大家,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 有粉丝在张颂文评论区留言,最近大家都去拍你,接机,开始适应了吗,会不会打扰到你 张颂文回应,不太适应,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当时在想,如果大家真想拍,我应该站在一个不影响公共秩序的地方,一路走一路拍怕影响到别人 不得不说,老戏骨与流量演员就是不太一样,有些小鲜肉疤不得让粉丝围观 但张颂文却考虑到了影响公众秩序,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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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